各位老師 家長 還有學生 大家好 我們是中年級朗誼的評審 我們都是 現在是由我代表三位評審 然後很快的給大家一些我們的意見 首先我們要恭喜各位小朋友 你們真的很棒 相信也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很認真在準備參加這一次的比賽 所以整個來說 我們可以看到你們積極參與的精神 然後整個表現素質非常的好 然後也看得出來 就是老師跟學生 還有家長都同樣對這一次比賽的重視 以及那種準備英語的熱情 這是希望大家能夠繼續維持的 然後一直到長大選英文 這樣子就會很好 可是呢我們有一些小小的建議 然後尤其是給各位小朋友跟老師 希望下次能夠表現得更棒 現在已經很棒了 但是希望下次能夠更棒 然後我大概分為幾類 第一個是語調 然後還有長母音 就是包含雙母音 還有念錯的地方 第一個是語調方面 就是因為英文 它本身的語言的結構跟中文不一樣 中文是要一個字一個字念 所以英文的基本上都能一個字一個字分開念 然後語調的輕重音要十分的注意 尤其在句子裡面呢 有一些比較小的字 比較重要的字 比如說像介系詞 它應該是要連在一起念 這樣會比較通順一點 然後再來是指音的部分 指音的部分有一個蠻明顯的 就是R Superhero那篇的文章 有R的部分 如果你把R跟L連在分不清楚的話 那整篇聽起來就是發音不太清楚 這個希望老師能夠幫忙一下 還有就是am的音 因為我們的中文沒有am這樣子的一個音 所以很多小朋友在念一些字的時候 比如說像game或是song或是mom 最後都沒有把嘴巴閉起來 這就有點可惜了 然後還有就是有一些th的音 就是念出來是f或是z的音 還有ch的聲音 就是需要更清楚的一點 然後有另外一個蠻明顯的 就是長母音跟雙母音 比如說像gray這個字g-r-a-y 那個雙母音的後面的聲音是不見了 或是有一個superhero joy 然後joy 後面那個e的聲音也不見了 還有united states 那個a 長母音 moist 也是長母音 pouch 就是雙母音 ow 也是雙母音 favorite keep shouted 這些雙母音的部分 如果能夠更注意一下會更好 然後還有一些字是念錯的 就是給大家一些提醒 第一個是desert 那個字 沙漠 那有些小朋友不小心把它唸成dessert 那兩個字一直差很多 然後再來是costume 那個字 不能唸成costume costume 是另外一個字 然後pouch 那個字 有些小朋友唸錯 好 以上就是我們評審短短的建議 然後各位小朋友老師加油 你們很棒 謝謝